因為這個顏聖冠 他有接受周一寇的訪問 但是老實講他是批評柯文哲 他是說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黨要重視這種反彈的聲音 最好還是要自敵人權 但是他又去找柯文哲推薦 錄音帶 那柯文哲也證詞了 因為你敢問的嘛 是 你敢問的 就是說顏聖冠那個心情到底是什麼 我告訴大家報告 一天是1月21號晚上 我的主委家庭 他接到一個聲音很像柯文哲的人 在幫顏聖冠在做電話宣傳廣告 那時候我就覺得心頭一睜 我怕聖冠是不是被陷害了 因為這個時候 誰會這麼勇敢去請柯文哲 請他來做電話宣傳廣告 而且他的前期蠻穩的 為什麼要吃這個白虎湯 所以我馬上打電話 柯文哲 所以我馬上打電話 柯文哲說你是不是有幫他 跟我錄音有啊 10個月底就錄好了 他要的 他也幫你錄音 錄音速度更讚 我說不用了 不用了 柯文哲沒有給你吃就對了 沒有...我就掛掉 我不是像偉安講說 什麼我吃出過暗狀 我沒有任何的不高興不爽快或怎麼樣 我只有一點不捨 我想說你跟柯文哲是最好的 我覺得不捨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地方的徵召 還不完成真正的 我們兩個董事 李副總統還有姚文哲委員 立正上有的時候有沒有 我去跟柯文哲騎車會心 對我們本土的董事 我覺得情何以堪 所以我是不捨而不是不爽 是非常的不捨 如果說醫藥徵召之後怎麼樣 是李讓柯文哲還是跟你... 你的大部柯文哲 你的小椅子的李副總統跟柯文哲 沒有...我是民進黨員 怎麼偏心的偏向民進黨員 我是不捨這麼簡單 就被人家說我跟原生官互相攻擊 我們沒有任何的攻擊 我要鑽點這個背後燈 是個人見仁堅持 你要用是你的組合 所以我沒有任何分枉 所以你如果要錄你也是找姚文哲還是李副總統 這個階段我不能說 那天姚文哲不然我去青年公園掃街 可能又去找柯文哲錄音 我辦不到 柯文哲做不夠 想接不想柯文哲是不是要合作 應該等我們本土的情交的情緒完成之後 我才來講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本土現在是很難... 很懈負藏考 挺柯文哲 你讓柯文哲我們本土是不是會分裂 很大的概念 還是怎樣自己算人選是不是去國民黨 威風得利 我們現在先入參考 現在目前問起來三個 你都認為分裂 吳秉瑞委員 莊瑞雄委員 你都認為分裂 柯文哲幫你檢查一下 你為什麼分裂 我不知道 這真的是先入參考 但是我們的徵召不這麼快完成 應該是二八月以後 你的內心是希望你讓柯文哲還是... 我的內心是把我們的徵召程序 有非常完整的徵召程序 因為我們民進黨的體驗制度 一定以來我是非常民主 也非常公開 透明的 要徵召程序的秩序 不要說白話 台北市議員民進黨有幾個 二七 二七到現在有幾個去找柯文哲路營 我知道就是我們兩個而已 兩個而已 為什麼說你知道那麼多 我不知道 為什麼你知道幾個 人數上 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講的要負責 已經錄好的有三個 有接觸到錄得不止 那今天耀仁哥之前出來講了 我在宏益哥上禮拜節目講 我沒有把名字點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必要這樣子 因為中間有一些牛村 因為他可能 我先講一件事 延聖關去錄 要三個 說一下 延聖關現在我們幫他保留一下 因為有幾個錄了以後 其實耀仁哥也知道 錄了以後看到這個氛圍不對 沒有拿出來用 但是有錄 已經錄好的 確實有三個 但接觸到錄還不止這個數字 那我們講話要負責 哪不能亂講 我之前在講這個議員錄音的時候 趕快說那可憐 就真的是事實 因為這個你要跟當事人去確認 你要聽到那個錄音帶 你才知道是 最近是有 那有一點我必須要講 因為民進黨現在是採全民調 所以柯P的戴上期 他是不是可以拉到 民進黨之中以外的 我剛剛講中間跟前欄 所以你有這種考慮 所以延聖關 認為黨應該提名 跟他去找柯P 這看起來是衝突的 但是事實上 柯P那個錄音對他的初選 可能真的是有幫助 但他也同時希望說 民進黨應該有自己的人 所以這個大家可能想一下 會比較理解 但是在整個新聞的表面上 會覺得說 你既然都找人家錄音 還罵人家就不太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跟大家補充就是 因為剛剛我所講的 就是全民調的初選方式 使得民進黨的這些議員 去找柯P 尋求他的奧援這件事情 跟是不是民進黨 真的覺得柯P 一定要成為民進黨的項目 這不是等號 但是有一點可以觀察就是 不可諱言 就是因為有效 所以才去找 如果柯P在初選過程中 錄音一放出去的戲 太棒了不要 那就不會去找了 所以其實柯P在全民調 也就是不分黨派 整個台北市選民結構來講 他是目前蠻強的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